走路也不像那个半死不活的那种感觉 第七年吧 这个港湾上有的乱人吗 我说他乱人吗 心里乱人吗 思想不乱人吗 好多的抑郁症的 连在这一块的 不想活的人 想死的人 心里烦烧 我调了几例 有的给他调了施政法官员 还有凡是不少 那天我调到我里为了指手 施政法的一个律师长 这桌子还能 反正兜心兜脚 争名努力 反正就去这儿 爬了一大堆 起了支腰权的乌书去了 我就在这儿给他 我说那腰权盆都是能够在这儿 给他揉了一会儿把这儿挠破了 起了这么长 脑困哪 他从头掐着就开始乱串 不想活的那个劲儿 心烦的心要死的人 犯了心脑病要死的感觉 就抓着我活不了的那种感觉 抓着一会儿 慢慢的前一会儿就在这儿 慢慢给揉了几次 他那个心烦的感觉 他就抓着 天天都没有活的意思那种感觉 结果把这儿给他清了满了以后 心情也开朗了 他也没有相思 慢慢的再跟他聊天 聊聊聊天 对这个名利不那么重视 带他的东西 带他晚上去喝啤酒 我又外面瞧不认情 请他抱一样去 慢慢自己痒 所以说 我们这早上这一看 也要把他重视出来 他也能靠着我们身体 很多的关系 对别人忽略了 对别人忽略了 经常做的 能让我们也是男人 保持男人的精力充沛 永远年轻 我也说 人的这个性 年轻 人的七岁也年轻 身体也年轻 心理也年轻 老有一个年轻的身体 这时候我就讲这么多 我们练来说话 好 拇指啊 哪个关节都可以拇指 或者中指 或者这个部位都可以 给大家一个快点演示 我有的时候用它 连两边的横骨穴一块点 一个力度压下去 顶住这个齿孔 顶住它 完事呢 另一个力踏下来 搬那个喷枪 往下压 压下去 一个顶住它 别在那错动 你看 这么错动它疼得生不了 疼得生不了 疼得生不了 一点都不错动 你